今天想說一下羅范招勳 大家記得她是AO來 做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爭議不絕 後來做了廉政專員 因為教育學院干預學術自由事件 最後被逼下台 後來變成糧粉 超級糧粉 做了梁振英競選辦的頭號人物 然後在小桃園飯局事件中 引起很大的爭議 進入行會當科技員主席 突然消息傳來 已經傳了幾天 說她不能做 這個不能做是甚麼原因呢 一直沒有正式消息公佈 她自己本人 當事人也未出來 承認或否認 最近剛好有一個 公開活動 有些記者看到她 她說 6月30日後 在科技員的角色 或者在香港創新科技問題上 應該減少她的角色 雖然未認識公佈她要離任 意味著她應該會再見 民間憲報 星島日報就訪問了她 聽聽她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她的說法是 6月底就會向傳媒查序交代 她正正式式向西島日報確認 6月30日後 會退任主席 羅太說 自己去年 放棄競逐人大 希望全心全意 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留在科技員當主席 是她的心願 她沒有辭任主席的職位 反而是政府一方 決定不再續約 羅范焦芬回應星也說 報告說法是 有關的原因 必須由政府解釋 正式公佈原因後 她才有基礎回應 她說6月底 就會向傳媒交代 未來的去向點 羅范焦芬是否會有另有公職呢 她說 目前除了行會之外 是沒有其他公職 她透露 退任主席後 在7月後就會休息 目前 未有具體的打算 今天已經是6月14日 很快就結束了 半個月左右就結束了 她說 仍然會出席 很忙地出席 不同創科的活動 接待外賓 拜訪大學的工程藝等等 但是 接下來 怎麼辦呢 她就說 很多業界的人士覺得羅太 很拼搏地做事 最後不能續約 業界也感到錯我 羅太的回應就是 權在政府 我樂得清閒 她又說 能捨 才能得 聽完羅萬超這番說話 很明顯 大家的結論是很清楚 第一 不是她決定自己辭職 第二 事先她沒有得到消息 她自己也覺得 因為她的所謂準備 包括去年 不選人大 全心全意投入創科的工作 而且非常拼搏和勤力 最後這半個月都不停去不同的 有關創科的 大學也好 業界去拜訪 去談 很明顯 她是希望繼續留下 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會離任 第三 很酸 很酸 權在政府 她要說了原因 她要有責任說原因 她說了原因之後 我才有基礎回應 權在政府上 不是我主動的 是能捨才能得 我沒有其他計劃 7月就很清閒 沒有其他公職 換句話來講 林鄭不單要她在創科 吃重的工作 那裡拜拜 而且在公職上 可能只留給她一個虛銜的 行政會議成員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別人會覺得很錯愕很奇怪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支持林鄭 羅范昭芬就是林鄭 解僱她 不是因為我支持林鄭 解僱她 不是因為我支持羅范昭芬 我自己的一個 很錯愕的地方就是 羅范 在創科的問題上 有些業界 雖然說她也未必很懂 不過也算是平榜 也算是浪力 這是刺激人 其二就是 剛剛才撥了五百億 給創科 的工作其中有一大部分 落在科技園 還要去搞河套 很多基建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要移動 事先為何會毫無風聲 是不是 你會覺得很奇怪 第三 只創下半個月的時間 然後才傳出消息 說要動 原因又在哪裡呢 第四 剛剛他們爺爺 習大大 才宣佈 要香港打造成一個 世界級的創科中心 然後有資金過河 給不同的研究機構 包括大學 做經費 羅范昭勳是一個很吃重的角色 為什麼突然之間要動他 為什麼解讀羅范昭被解僱的事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因為羅范昭勳是梁振英的嫡系 是梁振英競選辦的 最重要的成員之一 所以他是超級良憤 現在就要去梁振英化了 你看到 不僅要在科技園 要動羅范 在港鐵要動馬時亨 加上監警會 梁振英年代委任的監警會主席 郭林港亦動了 換過這些嫡系 這就是去梁振英化 在這個問題上 很多人覺得 正 林鄭去梁振英化 應有之義 我支持林鄭 我覺得這件事 將她的黑白 這樣分 不是敵人就是朋友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我覺得過分簡單去看政治 理由就是一字那麼淺 去梁振英化的意思 純粹因為梁振英的人 所以我不喜歡 是不是 去梁振英化之後 香港的政治 香港用人的標準 就會回復正常 當然不是 你找一個 林鄭自己熟意的人進來 是不是就等於 整件事就會變成 由黑變成白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 既定的方針政策 這個強硬的政策 已經是存在的 是不是 已經是執行北方來的指示 已經是很清楚 這件事是不會改變的 唯一的變可能是他手法的問題 是不是討好與不討好的問題 有些人說是 梁振英硬硬到底當然不討好 你看林鄭民望那麼高 就是討好 有時討好 欺騙性更加大 不是等於討好 就是好的 是不是 我反而會看到 這是林鄭的 個人性格的缺陷問題 性格缺陷是什麼 就是 一個人馬事 一生不能藏而苦 尤其是 林鄭對於 跟她那麼上下 出身的人 她會更加多的顧忌 對 葉劉如是 葉劉已經不是做 政府的官員 是不是 葉劉已經是 純粹在她的政黨 在立法會那裡 想做好她的角色 不過葉劉就好不出 經常說小師妹前小師妹後 意思就是這樣 她覺得林鄭 是她小了幾班 遲過她入做AO的 你知道她們是論資排輩的 一路就當林鄭是小師妹 所以林鄭 對於葉劉 這個人 會覺得 永遠 賣不到 永遠是保持距離 林鄭對於 葉劉熟而如是 對羅範招分 也是一樣 也是AO出身 高她很多年 辦事的能力不會比她差 也對於 整個AO界 AO的 這麼重要的 歷史的傳承 傳統等等 有她的一番見解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是忠祭 在創科的問題上 現在表面上的說法是跟楊偉雄 不適合 不咬嚴 所以就要動她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楊偉雄聽話 聽林鄭話 林鄭話怎樣就怎樣 羅範 怎麼會聽林鄭話呢 羅範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林鄭處事的風格很簡單 你要聽我話 你要視我為大者大 不然 你會 沒有好下場 你發現林鄭的處事風格 永遠都是如此 很簡單 她就說 大官做小事 第一 她覺得自己是大官 第二 事無大小 她是Hands on 她認為她樂此不疲 雖然覺得很辛苦 很累 都是樂此不疲 即是你說空置稅 樓宇空置稅 是嗎 本來是陳茂波提出來 當然是她的意思 然後就研究 找陳茂波找個班子 很多細節出來 OK 但是 都要等林鄭外訪員回來 因為她接手了 親自來宣佈 是嗎 你看到 那種事無大小巨小無為 全部是我馬仔 你為我做事 You all work for me 那種心態 就是林鄭處事的 這個推行政策的風格 她怎麼會容得下 不是跟她那麼高那麼大 可能一分鐘給她辦事能力 比她高一兩班 這個羅范昭分 所以在這個人事變動 你說是去梁振英法這個說法 高興得提早 可能她出來的結果 她接下來會被梁振英 環繞梁振英 心態很快已經跨過一千集 一千集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今天 正經的環境越來越惡劣 政治打壓 媒體歸邊 大話連篇 說真話的人是越來越少 那些向主旨 淺味刷鞋的人 真是可以這樣說 遍地開花 我們這種不惜時務的聲音 只佔少數 而且淹沒一片 歌功仲德的汪洋大海 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之間就好像我在 主流媒體的風險節目 一聲 會被禁聲 心直口快 有機會 人間蒸發 消失在地球 我抱著這樣的心態 做得一閘也一閘 你們 聽得一閘也一閘 雖然好像很消極 但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 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在這裡對 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 以及實質支持我的觀眾 志熱衷心的感謝 只要你們繼續看 我就會繼續做 只要你們 給我多點鼓勵 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為大家發聲 你們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看到Youtube的時候 你看到以下 這邊手 底下會有一個 你可以按進去就可以訂閱 如果我有新片上載 就可以通知你們 除此之外 你們也可以用一個 月訂的計劃 用網絡版 用這個網址 要看到有PayPal 標誌可以有月訂 每個月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又或者一次過的支持 根據這個網址去做 都可以做到一次過的支持 如果你說我沒有PayPal 你可以寄劃線支票給我 就用這個名字 以及寄去這個地址 我就會收到 如果你說 我也覺得很麻煩 不如進入你的銀行戶口 沒問題 你有Facebook 加了我 然後PM我 我就會把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告訴你 在這裡 衝心感激大家 對深藉口快的支持 深藉口快 跨過1000集 我們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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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